毕总 你现在怎么过来了 我到楼上取个文件 公司不是放假了吗 你怎么还在这上班呀 宋经理让我在这值班 不然就够钱 本来年度奖金就没有了 如果再够钱的话 我没记错的话 今天应该是宋经理值班吧 他竟然让你在这替班 你先回家吧 好好过个节 过什么节 你谁呀 宋经理他是 谁 谁 那个部分都管闲事 你就是宋经理啊 我问你 你凭什么不让他放假 你想放假吗 不行 你想回家过节吗 听见没有 听见了没 是他自己不想回家放假的 别当我宋理 赶紧滚 好大的威风啊你 我问你 公司的奖金哪去了 像你们这种金属员工 哪来的什么奖金 再让人胡说八道 明天不用来了 我看是你不用来了 刘主管 帮我查一下今天的年终奖 进了谁的腰包 如果发现有人中间磕扣或者贪污 我绝不轻扰 啊 你是董事长 对不起 对不起董事长 是我永远不是财产 你们网开一面放过我吧 公司的奖金 是为了奖励那些为公司辛苦付出的员工 你身为一个经理 竟然敢苛扣 还压到员工来替你值班 你好大的胆子啊你 董事长 我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机会吧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你现在马上把奖金还给员工 然后安哥给员工道歉 听见了没有 好好好 来拿着 赶紧回家吧 回去陪家人好好过个年 谢谢董事长 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喂妈 我卖上票了 以后就到家了 放心吧 不耽误啊 哎呀不用担心 我能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 啊 接鱼 喝点水 你也回家啊小伙子 啊 回家好啊 你吃肉都行 哎 小伙子 我这个手机 打不开了 你能帮我叫叫过呢 我原来的外地干活 他今天回不去了 是不是 门上的我上车了 我想给他 发个信息 报个评论 我的手机 又打不开了 你找你能帮我 那孩子的爸爸 怎么不一块回去呢 哎 去库里边都是这样吗 我老了 不忠用了 我儿子在外面 再想赶紧你 再回去 来 周女 坐 吃一下吃 练了都不好吃了 大爷 来 这个给您 不用不用 颜柔做 大爷 不能终给小朋友吃泡面的 没有 不想吃 他只有明年过生日 才吃一次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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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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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你也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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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不想吃 不想吃 他只有 明年过生日 才吃一次 哈哈 嘿 马上过年了 赶紧查一查 还有什么余额没有结清的 全部给我结清 好 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 好的 宋经理 求你了把这些钱给我吧 我们一家老小 等着这些钱过年了 宋经理 接什么钱 我哪里有钱吗 去一边 皮肚 这怎么回事 皮肚没事没事 你别讲话 大哥 怎么了这是 老板是这样的 我是农民工 我来找宋经理要钱 我来了好几次 但是不在 他死活不愿意把钱给我们 行了行了 别说了 到办公室说 来 请进 你 站着等着 微微 倒杯水 请坐 大哥 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老板 我们今年二月份 开始和宋农做工程 一直做到今年八月份 谢谢 按道理说 今年九月份应该把钱给我们的 可是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给我们 我来找过他三次 一次都没有碰见 今天好不容易碰见他了 他死活都不肯给 他还看你们多少钱 还差八万呢 你家老小孩等着这钱过年了 你先喝口水 我打个电话 喂 张总 我是皮蛋 啊 那个我想问一下 我们这边的工程款结清了没有 结清了呀 几个月之前就结清了 啊 行行行 结过了是吧 好 微微 你把送给你 他给 新总教你 匹总 你有什么吩咐 他们这个项目 是不是你在付责 是的 老板 那为什么他们的工资还没有结 不是我不想结老板 张总他们一直没有打款过来 我也没有办法 你还在这给我狡辩 我刚才一个张总打过电话 人家说几个月之前已经把账给你结清了 你跟着我多久了 我亏待过你吗 你连这点钱都要坑 匹总你听我解释 你解释什么解释 你知不知道这是人家的血汗钱 辛辛苦苦一年到头 就指望这点钱回家过年呢 你胆子也太大了 农民工的账你也敢脱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现在立刻把钱给我拿过来 把他们的账给我结了 快点 好 大哥 没事 你稍等一下 一会儿就把账给你结了 谢谢老婆 谢谢老婆 这都是我们的错 你坐 脱去 来 大家 40万块钱 不行不行 老板 只欠我们8万 剩下的2万 我代表我们公司全体 发放给我们农民工兄弟们 你带着钱回去 给兄弟们分一分 多买点年货 做个好年 生命的辛苦 明年我们继续欢迎你们过来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回家过年吧大哥 听说 看着我跟你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再给我一次机制吧 第一回 我告诉你 每样法律来制裁你 已经很不错了 出去 哥是不是撞到人了 好像是 赶快下车 哎呦 哥没事就个农民工 别乱说话 先看人有事了没有 大哥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胳膊是不是受伤了 我来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哦 我哥哥呀 没有什么问题 就不用去医院了 那要不我赔你点钱吧 哎呀 哥他都说没事的 不用赔 老板不用给钱 我这样没事 大哥 你这给钱也不要 让你去医院检查也不去 你这着急忙慌的上着呀 要不我开车送你吧 哦 是这样的 我今天呀 捡到一个钱包 我想呀 抓紧时间送到派出所去 我怕事如着急 哎 哥 这不是你上午刚刚丢的钱包吗 这钱包怎么会是你们的呀 大哥 这钱包呀 还真是我的 不信你打开看一下 里面有两万块钱 几张银行卡 还有我的身份证 还真是你的呀 我着急忙活的找世主 原来世主就在我眼前 来 还给你 谢谢你啊 大哥 既然世主已经找到了 那我就先走了 再见 哎大哥 等一下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呀 就是一个农民工 我想去那边工地呀 找点活干干 我公司呀 仓库还缺一个管理员 有没有兴趣 不用了 不用大哥 那个工作呀 我也没做过 也肯定做不好 你的好业呀 我心领了 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 没做过可以学嘛 做人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相信 以你的人品 做这个职位 肯定没问题的 跟着我干吧 月薪八千 考虑一下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哥 就他这样能行吗 朋友们 你们感觉他行吗 评论区告诉我 回来了 是啊 你做到什么好吃的 你怎么吃泡面啊 我不知道你要回来 我今天晚上加班 有点事情要处理 也没有做饭 你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做 我这两天去我妈那住了 你想我没啊 想了 喂 喂 有事哥 哦 爸 我拿到 干嘛 刚回来又要出去 这不 我闺蜜叫我吃饭嘛 刚好你不用做饭了 哦对了 今天晚上我可能回来的晚一点 你不用等我了 可以啊 你去吧 我等会也出去 晚饭就不回来了 你又晚上出去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一旦你什么意思呀 你说你几天都没有回家了 你这刚回来又要出去 你身边的闺蜜朋友 有这么重要吗 不是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你又没有兄弟朋友吗 有啊 不仅有 还非常多 身边的疫情朋友 各个前途后翘 各个比你会玩 但是 我想让你知道 我之所以一下班就回家等你 并不是我不会玩 也不是没人找我 我只是想让你放心 而你呢 你有让我放心过吗 你天天出去玩 我夜夜森哥 这日子还怎么过 今天你给我个痛快话 你是出去 还是在家 拿过来 他没有时间 不去了 你有毛病吧 你等会我马上到 既然要出去 把你的行李也带上 我都给你收拾好了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咱俩站一块的时间不短了吧 我以为 我的包容 能换来你的开心 结果 我的包容 换来的是你肆无忌惮的放重 我不就跟闺蜜一起吃个饭吗 你至于吗 吃饭 你去啊 啊对了 这个 是你妈 昨天 送来的 今天我都要看看谁在这吃八号餐 好大的胆子 没钱也吃什么饭 是这样的 我 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然后 我的手机钱包 还有行李 都被偷了 我找路人借钱 也没人借给我 拉倒吧 你现在的片种真的多了 今天啊 要是挂钱给了 你试试 上华 住手 老板 他今天不给钱 就别想找 算了算了 我来处理 你先去忙吧 老板 刚才我讲的确实是真的 我实在是没办法 看你的样子也不像个骗子 兴许啊 你真的遇到了困难 这顿饭 算我请你了 你先走吧 谢谢老板 哎 你等一下 怎么了 老板 你身上不是没钱了吗 怎么回去啊 来 给你二百块钱 你拿着吧 哎 拿着吧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老板 您放心 这顿饭 还有这二百块钱 将来 我一定会还给您的 不用还 举手之劳 少华 这你们三个人的工资 你拿去分一下吧 少华 老板 这个店真的不干了吗 这个是你几年的心血呀 哎 我有什么办法 这几年你也看到了 这生意啊 确实不好做 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一会儿房东就过来收房子了 咱就不租了 老板 这个店铺呀 我已经卖了 今天的房租呀 你和新房东谈一下吧 不租了不租了 我们不租了 房租二百 租不租 二百 是你啊 三年前的那一天 我的手机和钱包被偷了 所有人都不相信我 唯有你 请我吃了饭 还给我路费让我回家 是你让我感受到了 来自这个世界的温暖 谢谢你 哦 对了 这家店铺呢 我已经买下来了 送给你 作为当年你对我帮助的报答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条件 什么条件 房质虽然归你 但你每年需要支付我两百块钱的房租 我要把这份散据 传递下去 老板 还记得我吗 老板 老板 我刚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 来到这里找工作 结果手机和钱包都丢了 你能不能给我口饭吃 剩饭也行 那你先坐吧 我去给你那点吃的 来 快吃吧 谢谢 谢谢 来 这得请你拿着 这 那怎么可以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你拿着我 哦 原来是你啊 我们在厂里上班工资没有发 前来你这吃顿饭 你看行吗 行 没问题快坐 今天想吃什么 行便利 我请客 你们这里招把菜都是什么呀 我们这里有 我来说吧 我们这里呀最近上了一个山人套山 只要118 说什么呢 说好了这一队我来一起 你们请客好啊 那我们可就敞开吃了 把你们这里好吃的全部上来 好的 你们稍等一下 一会我们吃好喝好啊 好 太来了 你们慢慢吃啊 你们这里还有其他好吃的吗 全部上来 有有有 稍等一下啊 我看吧 这是怎么吃 你再一回来 我不能吃 你再一句 女人也说 她把她吃了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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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杯 一杯 一杯 喂你爸的医药费到底什么时候交 再不交的话我们就停药了 别别别千万不能停药 你再给我两天时间 我凑齐了我送过去 那你抓紧时间吧 兄弟们这好了吗 好了这好了我们吃 慢走啊 就你知道做好人你看看 一桌吃了我们六百多 咱爸的医药费咋办了 别说了快收拾吧 在 你这点 在你回首 你们的钱这是给你爸治病的钱 像你这么有人情味的老板 这个钱你应得的 在家靠父母 书没靠朋友 是小白的 刚做两地 我八岁 上中亚 妈哥 饭都做好了你们先吃吧不用等我了 喂喂 你这着急忙慌的有什么事吗 吃了饭再去吧 我不饿你们先吃吧我有点事出去一趟 妈哥吃饭 妈走吃饭 这喂喂有什么事呀走的这么近 饭做好了都顾不上吃 哎呀我老丈人的老毛病又犯了 这不又住院了吗 住院了 严不严重啊 你怎么不陪着一块去看一下 就是呀 你怎么不陪着一块去看一下呀 我才不去呢 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们家那两个儿子就知道互相推多 谁也不知道拿钱 每次看病的时候都是我这个当女婿的拿钱 再说了这不马上过年了吗 家里大大想想的事都要花钱 哎呀不说了吃饭吧 你等一下 哥吃饭吧 儿子妈这有钱 赶紧给你老丈人送去 妈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再说了你把钱借给他们 他们能还你吗 傻儿子治病要紧 什么还不还的 再说了 这是你这个当女婿的呀 应该做的 你都说我出钱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微微当初不吐车 不吐车的嫁给你 作为老婆 相夫教子 任劳任怨 作为儿媳 孝敬公婆 亲家自家 她是她爸妈 酷心如骨 二十多年养大的孩子呀 花钱的时候在娘家 挣钱的时候在咱们家 被人伺候的时候在娘家 伺候人的时候在咱们家 儿子 讲心比心呀 微微为人家扶持了那么多 你有什么理由不去孝敬她的父母呢 老二 咱妈说的对 晚餐 孝敬孝危险 微微离开生她养她二十多年的父母 嫁到咱们家 把咱们家打理的井井有条 把咱妈当成亲妈一样孝顺 现在他们家遇到困难了 你应该去帮助他们家都国难关 而不是推托责任 微微的父母 也就是你的父母 父母养我们小 我们就应该养他们老 有爸妈债呀 那才是一个家 妈 哥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去医院看我老蛋 哎 等一下 我这张卡里呀 有十万块钱 多带点钱 吃不了亏 哥 好 谢谢你 告诉你老丈人 好好养病 钱不够了呀 妈这儿有 等过几天 妈去看她 知道了妈 你们先吃饭吧 我走了 爸 老二车刚过郑州 要不我们先炒菜吧 再等等 她那货车本来就卖 再赌赌 都不知道到几点了 那就再玩一点吃 除夕那天 二弟一家因为要送货 迟迟改不回来 她便一直守在窗口 静静的等着 那天大家一直等了很久 直到最后 大家都有一些思绪耐心 这一天呢 爸也不让我吃饭 就是 少了明天要上学呢 哎 你们两个少说两句啊 爸 咱这大人小孩加起来 也热热闹闹一大家着呢 也不差老二两口子了吧 屁话 找一个哪也叫一家子 说实话 我也不太理解 父亲为什么那么执拗 老二 爸 堵车 晚了 不晚 这么好 人齐了 齐火 早有 到花里不觉开 满了西山 路芒的旅程 因你而却醒 用处的泪水 去模糊 双眼 从人间到天上 从天上才到人间 你找谁呀 大面子 我是来找皮种 我的皮种工地的一个小包工头 他在一家吗 我找的有点事 嗯 在一家 快进来吧 我给你叫他 儿子 怎么了吗 哎 刘苏 你怎么过来了 别走 刘苏 快住 屁股 哎 你等一下 妈 再去烧锅水吧 好 你们先聊着 屁股 我还等着那笔钱贯年呢 你看那么的 把他们的工资先结一下呀 刘苏 咱们在一起有两年了吧 蹈苏 这笔工程款呀 这笔工程款呀 总公司那边一直没有下来 我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我知道 可是 刘苏 这样吧 我现在手里 就剩三千块钱了 你先拿着这些钱 回去过年吧 皮總 共有你們的工資加起來可是三十萬啊 你給我這些錢 我回去給他交代啊 劉叔 我現在實在是沒有辦法呀 還是 過來一下啊 好了嗎 怎麼啦 媽 兒子 這個卡列有二十五唄 你先拿著 媽 你這是 這個是當你老老給我的家族 你拿去賣的嗎 把全撤一撤 把工資結一結 讓大家都回去過個好年 媽 這錢我不能要 咱說了 這錢不是我不給 是主公司那邊的錢 一直沒有到 他們說了 可能到年後了 那你這個年 不讓別人過了呀 你忘了 你爸爸去年入院 你在外面回不來 是你的公友的 你和你一整天 真正照顧了半個月呀 媽 你怎麼可能 你為什麼要回去 不要發抗 我叫親說 从我教出来的儿子 是个言尔无形的小人呀 妈 我知道说 去吧 哎 小伙子 你这钱掉了 谢谢啊大爷 不用谢 以后注意点啊 哎大爷 你怎么在停车场卖菜呀 啊 市场上呀没有摊位 我就在这里摆一摆 大爷 那你可注意安全呀 来 这一百块钱你拿着 小伙子啊 不用不用 大爷 您听我说 如果不是您捡到的话 这两百块钱呀 就都没有了 来拿着 小伙子不用不用 爸 给你就拿着吧 我看这位哥呀 也不差钱 谢谢哥 大爷 那是您女儿吧 谢谢啊哥 好走 爸给我拿点钱 就这么点钱啊 这晚上不腻都不够 再往哪点 不是 他总是不满足 他总是不满足 固执的不愿 停下远行的 你磨叽什么呢你 闺女啊 爸爸老了 也认不到什么钱了 那些钱 你拿去 省着点花 行了别啰嗦了 烦不烦 给你留点 哟 原来您是尊贵的 梅塞德斯车主呀 哥 送我一程呗 你要去哪呀 去蹦堤啊 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跟你说 我小姐妹可漂亮了呢 你刚才给你父亲要钱 就是去蹦堤 对啊 你有工作吗 没有呀 那晚上蹦完堤 准备去吃什么呢 吃火锅 去不去 吃火锅 来 你干嘛 你干嘛呀 你看看你父亲 看到了吗 你每天想着出去开心快乐的时候 你有想过你父亲在干什么吗 你每天灯红酒绿吃香喝辣想吃火锅的时候 你有想过你父亲在吃什么吗 他在吃馒头 你看到了吗 你穿这个小皮草 真的很漂亮 零下十几度的天气 你父亲在这儿卖菜 就是为了给你挣钱蹦跌 对吗 啊 姑娘 父母不欠我们任何东西 但我们欠他们的 却永远也还不完 我不再来 我跟你说 你怎么又来了 爸 我不去了 卖完菜 我们一起回家做饭吃 没事的 你去忙吧 爸爸 一个人能行的 我陪您一起 大爷您这个女儿呀 是个懂事的姑娘 这些菜我都买了 好谢谢谢谢谢谢 来不用这么多 大爷您就拿着吧 我赚钱呀比您容易些 啊大爷从明天开始呀 您就别在这卖菜了 那边有个饭店是我朋友开的 您直接把它食堂里送就可以了 这您直接说我让你送的就行了 我叫皮蛋 哎好谢谢谢谢 谢谢愿意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再见 老婆我回来了 你怎么吃这个妈妈没给你做饭吗 没有 喂你在哪呢 我在外面有点事 我这有点长等我一会儿回去了再说 呼 咱的人 心已碎 未曾放下的人怕会 早已习惯与孤独缠绵 快坐下吃饭吧 哦 我在外面吃过了 节酒的 你最近不是找出晚归 是不是在外面遇到心善你的人了 你别多想 这个是我跟琪琪逛街的时候 他送我的 不像你 问你多少次了都不给我买一个 没有结婚之前 我对你花钱没有含糊过吧 结了婚之后 有了孩子 我省一点 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我对我自己怎么样 你心里有素吧 你对自己怎么样 我不管 因为你是个男人 你就要对这个家夫妻的恩 对 我在外面拼死泪活 早已无所谓 像不像个男人 如果连孩子都照顾不好的话 都不算个人 我承认 你今天我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 是我不对 他还那么小 你让我觉得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父亲 既然你改不了 我也忍不了 我们 离婚吧 就因你这点小事 你就要把这个家掺散吗 以前我舍不得孩子 即使你对我没有感情了 这还是个家 现在你对孩子都可以不闻不问 那这个家的意义 在哪呢 皮带 你不要觉得我费你不可 外面优秀的男人多了去了 你记住 任何一文不值的人 在外面都有欣赏自己的人 不要因为转战的快乐 而搭上自己的医生 你就这么恨 不要这个家了吗 你不要我跟孩子的 我需要的是 即便我回来的站了 都能给我留意改灯的人 爱是尊重 也是成全 这是我最后的体验 因为我也想起 你说的门水前山西水上 如今不能再爱你 让乱养护你朝圈 若再次的邂逅 与人海也还爱你